and drive API and don't forget to tell us all about it 我覺得他很像個演員 所以他其實講了一些重點 就是他現在穩定性跟他的速度各方面 而且他很簡單 就是說裡面的那個Display 我有看過有些Sample 他直接點的時候他直接會跳出一個Picker 可以讓我們直接去選某個檔 直接可以傳上去 非常的簡單 不過這個部分恐怕要再試一下 裡面的話我建議各位可以進到裡面 這邊有相關的Sample 這個有沒有Quick Start Quick Start裡面的話 有一個Github 裡面的話可以download source code 我也把它試一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一下 裡面的話 如果可以把這個Drive裡面的API搞懂的話 其實對各位來說 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就是如果你有些東西不想要放在 Server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拿他來當Server來用 但是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尤其是前面那一段 要try一下 裡面的話還有就是說 其他相關的這些東西 其實還要搞懂 我覺得還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給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 第一步你們可能要做的就是說 先到那個Develop裡面 記得要把那個什麼 Drive的部分要把它打勾 然後去驗證一下 你們可以到那個Council裡面看一下 有一個就是Drive API 你要把它改成ABLE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try一下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請各位先把這個環境先run起來 run起來的地方特別注意 所以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會有一個叫Tonkey的東西 基本上我是把它已經打包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在Eclipse你把它解出來對不對 我把它解到低碟底下 那這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Tonkey 就是Apache加Tonkey 那這個就是說呢 我們直接呢 將來run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在外部去開啟那個Tonkey 而直接你run 它就自動會幫你把它丟 丟到Tonkey這Server 自動去幫你run 不過呢 要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第一個 你們可能要先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之後的話 要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做哪些設定 首先的話 大家可以看 不過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的Java Home有沒有設定 你的Path有沒有設定 之前好像有遇過 同學沒有設定會發生錯誤 那個Java Home的Path 應該都會設定吧 OK 那個路徑一定要設定 第二個是你要再把那個Tonkey的叫進來 那Tonkey要怎麼叫進來呢 特別注意喔 我是把它放根木屋底下有沒有 類似我那個Android的那個SDK一樣 我是把它放在Eclipse底下 那你要把它叫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是在喜好設定裡面 會有一個Server Server展開來 特別注意喔 這地方有個Server 裡面有個叫Round Round Time的Environment 這邊有沒有 那你把它展開來之後 預設的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預設是空的 那請各位把它Add一下 本來如果沒有啦 比如說這地方我把它櫻木掉 本來沒有空的對不對 那我要增加的話 我直接怎樣 這地方Add一下 裡面它會問你說你要選哪一個版本 那大家選最新的 Apache的Tonkey的7.0的版本 OK然後Next Next之後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你的Location 你的路徑在哪裡 所以請各位選一下 如果你是寫到跟我一樣低疊的話 低疊底下Eclipse 裡面會有一個Apache Tonkey的目錄 請你把它指向給它 那底下其他都不用選 其他都不用選 那JRE的話 就是它自動會去選你的路徑 然後自動去找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根據的 就是你的Java Home路徑 所以你的Java Home路徑 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它會找不到Java 會產生錯誤 OK 然後按完成 這個時候的話 會加一個Apache就進來了 OK按確定 但是這個時候呢 它還不知道怎麼幫你啟動 所以這裡的話 記得要把它再引用進來 Server要把它引用進來 特別需要請你在 第二個動作 是從檔案裡面 把它新增 新增一個其他 特別要新增其他 其他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找一下 再把TownCat叫進來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 把Environment裡面 掛一個Server 那這個Server 現在當然已經存在 可是要再把它叫到哪裡了 叫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特別注意 你按下一步下一步 就把它完成之後 確定一下這個Server 有沒有被引用進來 如果引用進來的話 那表示已經完成了 那再來我要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動態的伺服器的一個 虛擬目錄好了 那這個虛擬目錄的話呢 建立的方法請特別注意 在這邊 Dynamic 特別注意 是剛剛 剛剛是從其他裡面去找Server 那再來就是什麼了 Dynamic Web Project 然後我建議叫FIRST的JSP好了 那等一下的話 這樣一Run起來 我們就會已經把動態網頁的環境搞定了 可以Run了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了 我這邊有試過很多次了 沒有問題 那等一下再教各位怎麼樣 去瞭解最重要的 一個是Get 一個是Post 我們怎麼樣透過 在這邊可以Run之後的話 那在Android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同樣 我要跟我的Server 做互動的話 那我用什麼方式 我可以傳遞訊息給他 他可以把結果告訴我 兩邊可以溝通的話 以後你就加一個Server之後 Android就可以兩邊可以做同步了 OK 那這邊的話呢 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環境解出來 特別是喜好設定裡面 把這個搞定 然後加一個Server 再建一個新的 動態的一個虛擬目錄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等等